各位麦子学员的同学大家好 在苹果推出的iOS 18操作系统当中 给大家带来了许多革命性的功能 HomeKit,HeroesKit,Extension 以及其他一些模块 系统的扩展功能 给APP本身以及整个系统的使用 带来了新的体验和使用方式 使我们更加的便捷的去完成我们期待完成的任务 麦子学院即将推出一系列完整的 与iOS 18新特性相关的课程 期待各位同学的关注与学习 Extension扩展部分由我来带领同学们 进行相关的课程学习 首先,通过思维导图来整体的了解下 扩展开发相关课程的基本内容 第一部分,课程目标 扩展开发相关课程需要一定的 iOS开发基础的知识 如果你还没有掌握iOS开发的基础知识的话 你可以在麦子学院找到iOS的入门课程 先学习掌握了iOS开发的基础知识 再来学习iOS新特性的相关课程 其次,由于iOS开发的大部分课程 都是全程使用Swift的编程语言进行讲解 而不是Objective-C 所以,你先学习Swift的编程语言 如果你有Objective-C 这些基础的话,应该可以很快就掌握Swift的编程语言 同样的,你可以在麦子学院找到Swift的编程语言的相关课程 学习目标 这一课程的目标当然是学习怎么进行extension扩展开发 利用扩展来使自己的APP更好地为用户提供服务 扩展功能使iOS系统看上去比以前更加的开放 到现在为止,也出现了许多依赖于扩展功能开发出来的 很有创意的APP 第二部分,课前准备 在课前准备部分的内容 并非是学习扩展的必要掌握的知识 大家也可以直接略过 当在后面遇到不明白的,再回来查看 看到这几个标签 可能很多的同学已经掌握并且已经在使用了 但是考虑到一部分同学可能并不知道 所以为了统一大家的知识线,这里统一讲一下 在后面的课程中会使用到一些基础知识 Cut Hedge Reactive Cocoa Slide Kit 内容设计到一个类似于CocoPod的针对Swift项目的依赖管理工具 其次,剩下的两个是比较著名的开源库 对这两个开源库只做必要的介绍 深入的知识呢,还需要同学们在使用实践中摸索 Cut Hedge呢,实现了部分CocoPod的功能 但又与有几个比较明显的不同 Reactive Cocoa呢,Slide Hub推出了在iOS和OxOS X平台上响应式编程的实现 使我们对于UI以及数据流动有更加不错的处理方式 Slide Kit 是一个方便存代码UI布局的开源库 如果你在iOS上使用过原生的AutoLayout语法的话 你一定印象深刻 一个简单的UI你会编写大量的代码 而且不方便维护 Slide Kit呢,简化了这一流程 使我们更加方便的通过代码进行UI的布局 工作中是肯定会用到存代码布局的 这些东西都会在后面的小节中通过一些实践的例子让大家掌握 第三部分,课程概述 扩展开发是非常好玩的东西 但是在正式进行编程之前 我们需要明白一些跟扩展相关的概念 例如扩展的分类,扩展点的选择 这些东西都会在后面详细的讲解 理解了这些概念的话 在后面的代码部分就会非常轻松 我会通过一定的演示和图标来说明这些概念 希望这个课程过程不会让大家感到过于的枯燥 同学们也需要注意一些可能容易混淆的概念 通过具体的例子还是很容易区分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而且我会帮助大家找到相关的文档的位置 如果你忘记了某一个点的话 可以非常迅速的在文档中找到它 第四部分,视力详解 视力详解部分是非常重要 也是最难的一部分 如果你充分的理解了课程概念部分的内容的话 我想你应该可以非常顺利的完成这一节的课程 学习一个新的东西 我喜欢先给大家展示这个可以做出什么东西 再围绕它,告诉大家一些具体的代码的编程 同学们可以很具体的看到 我们即将接触的扩展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做成什么样子 每一种不同的扩展都有无数的细节需要大家注意 后面的练习 大家也需要在文档中找到更多的线索 在这一节中 会带领大家分别针对每一个不同的扩展类型 来完成一个有点实际价值的demo 在开发demo的过程中 来理解扩展开发中所涉及到的大量的细节问题 最后一部分 我会给大家总结出在扩展开发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点 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可能的扩展开发的创意 或者让各位同学自己想办法去完善前面的demo的一些功能 因为教学不可能讲全部的内容 脚下的路呢 还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走 最后会整体回顾扩展开发的一些知识点巩固一下 这是整个扩展开发的大纲 后面会根据这个思维导图填充每一部分的内容 期待各位同学有更好的学习进步 过来